行车记录器画面中 缓撞车原本开在外侧车道 前方施工 车子顺着交通锥 往中线车道行驶 开到一半 内侧车道的休旅车 往缓撞车撞上去 接着休旅车被弹开 但缓撞车却一路往外 掉到桥下 放慢动作再看一次 撞击瞬间 休旅车先是往外开 接着往缓撞车上撞 然后弹开回内线车道 缓撞车掉到桥下后 一死一重伤 身亡的是副驾乘客 驾驶头部受伤送医 不太知道了 你有发现那个防动车 被你撞下去吗 我怎么很撞得吓他 严重车祸就发现在 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处 台中龙井路段 1月29号中午11点多 20多岁理性驾驶开缓撞车 发现外侧有三角锥 就往中线车道开 没想到内侧休旅车撞上来 缓撞车就往外线跑 冲破护栏 掉到9公尺高的桥下 没有我是直行 然后就是他们工程车 靠过来这样 你吓一跳 对就吓一跳 有发生碰撞吗 之后我就不知道 之后就是 死者是57岁 陈姓男子 当时他坐在副驾驶座 环撞车掉桥下 车头断裂 副驾驶座的工程人员 宋医后宣告不致 警方调查当时缓撞车出行 是要到高速公路上移除路上障碍物 这次事件跟以往禁止被追撞不同 是缓撞车变换车道时被休旅车撞 至于肇事驾驶有无开辅助系统 以及当时的精神状况如何 警方表示会进一步厘清究责 TVBS新闻 陈淑贤 徐又翔 SNG小组 台中厂报道